有人想问3988,Apple Pair 他说是比较早晨 想问3988,3.1号6买入 究竟是继续持住还是止蚀呢? 要留心 因为内银股在7月头两个星期 是做了一个除淨的 以3988来说 就是7月7号除淨的 所以你要计算 它除淨了都除0.26 所以表面上看 其实你3.1 现在2.7号6 好像输了4毫 那就是10% 其实可能当中 我假设你除淨前去买 其实你除淨就除淨了 但你未来会收到0.26 所以你应该将2.76 加回0.26 其实你和你的买入价 就差不远的 因为很简单 现在买 我收不到息了 我怎么会再用之前的位置和你买呢? 所以 不是表面上看得这么差的 但是短线来说 因为烂尾楼的问题 是会难搞一些 所以我觉得 现在内银股 你看我这几个月都没有说的了 我最多一个中移动而已 但是你既然是 2.76 加回0.26 即是大概3元左右 和你3个月 其实差不多而已 那就拿着 但是要等这个烂尾楼的事件 比较明朗 你说明朗了 阿姨就出招了 又说不用供住的 但是不供住 那些银行就会损失了利息了 那你 你继续下去 如果真的有一些的内房爆煲 现在其实有新进展的 为什么内房跌完 升回又再跌呢? 因为不单止下游的投资者不供楼 是上游一些可能供应物料 供应很多的东西给内房 现在都不打算找数 所以昨天内房股又再跌 变成短期内房 内银 都是会波动一点的 我想你能买中银 刚才我不是选中银的 我是选农行的 如果你能买银行股 也不是短钞的 唯有继续持住 但是短期是会波动大一点的